今天进行的是 动眼看人道的单元 竹笔是我们美艳动人的 动眼神经 哈喽大家好 海莉你知道吗 我们前几周才讲到 南韩的这个无凶肇运动 也提到南韩女性雪莉 她不为众人酸言酸语 选择做自己 没想到14号的时候 她还是抗不住 这些网路上的恶意亲生了 南韩艺人雪莉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是在这个时候 选择以亲生来结束 短短25岁的生命 为演艺圈投下震撼弹 公众人物一举一动 长期受到外界放大检视 然而在南韩演艺圈 像她一样 因为长期被酸民攻击 得忧郁症的明星 不声枚举 其中近期最轰动的 另外一位 就是雪莉同公司师兄 Shiny的中选 两年前也选择自我了断 大众开始关注 演艺圈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隐藏令人窒息的压力 网路酸民真的超级多的耶 好多年前我做了一个 政治专访的影片 因为流量不错嘛 就被一些完全不认识的网民 他们转发 他就说 这女的我认识耶 她超级没血肿又没气质 我看了就想 你怎么知道 到底哪位啊 长得像衣服很熟的样子 对啊莫名其妙 可是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南韩最近就因为这个事件 出现了要求要 网路实名制的声音 南韩民调机构 RealMeter的民调就显示 有七成的南韩国民 赞成网路发文要实名制 就希望有了实名制以后 因为我们必须要付出 这个暴露身份的代价嘛 所以在网路上发言的人 应该会比较谨言顺行 对啊所以其实台湾的PPT 一直以来因为匿名的问题 上面很多发表文章 也常常引发争议 台湾人也常常提起 网路实名制的可能性 可是啊大家不要一听到 这个网路实名制就觉得说 那个是中国用来 监控人民的系统 听起来蛮合理的啊 但是事实上 全世界第一个实行 网路实名制的国家是南韩 俗生吹真实法 一开始不是用来监控人民的 对那他们是因为 在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 女星吹真实被网民攻击 走上绝路的这个悲剧 所以想要借此防止 散播这种恶意谣言 恶意攻击状况 对其实南韩的网路实名制 是从08年11月的时候 开始实行啊 法律那时候是规定 只要你的网站呢 每天的访客超过10万人次 你就必须实施实名制 那当时呢 是约有130几间的网站呢 因此需要做这个实名的注册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问题啊 像是YouTube一定超过嘛 他们就干脆就关闭 韩国分站的部分功能 那让使用者 根本不想用韩国的网站 就直接连到美国本站 有的网站甚至干脆 不公布自己浏览次数 搞得大家都不知道 那你也就不用查了 真的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政策说要实名登记 结果网路上不仅出现 大量的韩国公民的姓名 跟身份证字号这些清单 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去申请上号 还出现了韩国身份证字号生成器 这样子的外挂 你只要输入韩国人的出生年月日 他就会自动生成身份证号码 真是防不胜防 我觉得重点是这么多资料 就躺在那 不是就告诉駭客说 快来害我们哦 在2011年的时候 韩国当时的入口网站 Nate还有当时最大的社群网站 叫做CYWorld 他就遭到駭客大量的攻击 约有大约3500万的使用者 各自被盗 是当时韩国一半的人口 那同年底呢 韩国游戏公司Nexon服务器 也被駭客入侵 1300万名使用者的各自都流出来了 包括什么姓名 电话 住址 电子 信箱 你的什么身份词号 被看光光 而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是技术性问题啦 现在科技这么进步 多一些配套做事跟安全房屋 应该是不至于一直被盗各自吧 不过呢网络实名制还有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就是 钳制言论自由 对 现在很多人会说 只要我在网络上不要骂人啊 不要触犯法律啊 实名制也没有关系 又不是让你不发表任何意见 有没有听起来很熟悉啊 但实行之后 大家不知道是开始自我审查呢 还是就不送 干脆就不来了 数据显示 论坛的平均参与人数大度减少 所以在2012年8月23号 经过南韩的八名法官一致同意 韩国宪法裁判所判决网络实名制违宪啊 那判决是认为说 网络实名制让言论自由受到的限制 像是没有韩国身份证的这些外国人 他们就很难去注册登录 韩国的网站去参与讨论 而且原本网络实名制的目的 是要促进公益 但是网络实名制实行以后 网上的恶意言论呢 和非法讯息呢 其实没有显著的减少 反而导致很多网友 纷纷改用 Twitter啊 Facebook这些 伺服器在国外的网络服务 打击到了韩国自己本身的网络产业 没有达到原本预期的公益性 所以这有本末导致了嘛 韩国宪法法院是认为 网络实名制原来的立法目的呢 就是其实只要借由 追踪使用者的IP位置 一样是可以达到的 根本不需要去强制实名的认证 就像我们现在在台湾也是一样 在网络上你还是可以告网友 只要是刑则超过三年以上 警察就可以借由IP位置找到对方 所以你就算躲在荧幕后面 你一样收得到传票 没有错 虽然我们目前没有网络实名制 NCC事业也表达过 反对这样的制度的立场 不过其实很多网络服务 都要绑定手机嘛 对不对 我们申请手机上网 也都需要双证件啊 所以原则上 使用网络都会有这个 间接实名认证 你前台匿名 可不代表后台追查不到你 所以其实网络霸凌的重点 根本不是网络 是霸凌 网络只是工具嘛 我觉得工具本身是没有什么对跟错的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社会事件 可以让大家一起学习到 网络上霸凌 跟现实生活中的霸凌 一样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 那些网络的酸民 有时候他们就是脑袋有动啊 他们讲的越多 他们就是希望你可以 赶快关注他们 那些人在你的人生当中不重要 不要理他们 不要理他们 对 所以对于网络实名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到网络上跟我们分享 我们待会回来 对于网络上霸凌